古代历史中,女性在统治者的地位上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角色 然而在古埃及的历史长河中,法老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外 她是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她的统治为后世的女性领导者树立了榜样 并对古埃及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特·谢普苏特出生于公元前15世纪的新王国时期 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也是图特摩斯二世的皇后 她从小就接受了古埃及贵族的教育 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有着深入的了解 当她的丈夫去世后,她代理了年幼的继承者图特摩斯三世 然而她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权力,最终自立为法老 她的统治时间长达22年,这在古埃及历史上是相当显著的 在位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举措 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威 并为埃及带来了繁荣与稳定 她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国内建设和海外贸易 使埃及成为当时地区的强大国家 与其他女性统治者相比 哈特·谢普苏特并没有试图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 她穿着男性法老的传统服装,包括假胡须和头饰 以显示自己作为法老的合法性 她还以男性称号和头衔被称呼,强调她的统治地位和权威 哈特·谢普苏特的统治并非没有争议 尽管她在位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在她去世后,她的继任者图特摩斯三世试图抹去她的存在 她的继任者们甚至试图破坏她的纪念碑和文物 以抹掉她在历史上的地位 然而这些努力只是暂时成功 因为哈特·谢普苏特的事迹 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被重新发现 并重新赋予了她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不仅如此,她的统治还在古埃及历史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她成为了古代世界中最为强大和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她的权力和能力打破了性别在统治地位上的传统限制 为后世的女性领导者树立了榜样 她的统治期间的繁荣 也展示了女性在古埃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除了对古埃及的政治产生了影响 还对埃及文化和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她下令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 其中最著名的是她的庙宇《哥本神庙》 这座庙宇被认为是古埃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 她展示了哈特·谢普苏特对建筑和艺术的热爱与追求 哈特·谢普苏特为女性统治者树立了重要的先例 她的存在证明了女性在古埃及社会中具备统治的能力 并为后世的女性领导者提供了勇气和启示 在哈特·谢普苏特之后 古埃及出现了更多的女性法老 如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她们在政治和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而言 古埃及的法老女王哈特·谢普苏特 以她的统治成就和权力展示了古代女性统治者的历史地位 她的统治为后世的女性领导者树立了榜样 并对古埃及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特·谢普苏特的存在 证明了女性在古埃及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和能力 她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历史人物 她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在古埃及的历史中